这个时候这只小猫熊尼亚的诞生对许多人来说 有相当程度的疗愈作用 而且它卡哇伊的模样现在已经融化了台湾人的心 甚至于红到了国外的新闻网站去 我们先来看看尼亚跟妈妈圆圆的相见欢 不过五个小时的相处下来居然两个都累趴了 终于可以和宝贝女儿零距离接触 圆圆迫不及待一口叼起尼亚 没想到她却叫得更大声 母女娘第一次尝试爱的抱抱 但新手妈妈圆圆表现深色 导致尼亚不停哀哀叫 好像在抗议不舒服 圆圆只好不断调整姿势 费劲功夫总算找出抱女儿的好方法 而尼亚也本能性的找到妈妈的乳头 幸福的在圆圆怀里和奶奶 只是整个哺乳过程前前后后耗了五个小时 也让第一次带孩子的云园泪瘫了 最后母女干脆各自躺平 虎虎大睡 但因为温馨团聚非常成功 也让保育员都松了口气 对尼亚来讲的话 她在第一次的妈妈的拥抱里面来讲的话 并不是所想象的这么的舒服 所以她不断的在叫 那慢慢的这个尼亚比较顺利了 然后也找到了奶奶可以吃 所以我们在第一回的接触来讲的话 情况还算顺利 虽然还没睁开双眼 但尼亚满月这天 第一次和妈妈隔着铁笼玩亲亲 互动很不错 三天后原方和专家讨论 决定让母女俩再进一步 不但让尼亚重回妈妈怀抱 也让圆圆学习喂奶 这一刻等了一个多月 母女终于能同享天伦了 但是保育员担心圆圆太操劳 还是得暂时将他们分开 只是圆圆似乎守不得放手 保育员只能想办法分散她的注意力 虽然和妈妈短暂相会 但尼亚似乎很满足 回到保温箱后 继续维持大自行好卖睡姿 往后的每一天 原方都会让她和妈妈 有更多相处机会 等到彼此完全适应 尼亚就能重回妈妈的怀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